女子频繁受丈夫家暴,却错把此当成爱情,一次次的选择原谅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,我们都不应该讨论爱情。 阿奶原本与丈夫恩爱无比,夫妻俩经常抱在一起,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甜蜜笑容,双眼之中装满对方的身影。 但令阿奶没想到的是,婚后不久,丈夫竟对她大打出手。 有时阿奶就像物品一样被扔到床上,想反抗却没有力气,只能任由丈夫摆布。 丈夫的家暴倾向导致阿奶时而小腿受伤,时而手臂负伤,甚至要打上石膏,但阿奶却丝毫不在意,反倒用笑容面对可怕的丈夫。 阿奶有一群交好的朋友,大家都待她十分友好,每个人都会在阿奶的石膏上写下类似早日康复的祝福语。 即便只有单手能用,阿奶依旧跟闺蜜一块洗碗,看见阿奶熟练地擦着盘子,闺蜜称赞道,你单手还蛮灵活的嘛。 而阿奶则回答道,我有在练的。 眼见天色不早,阿奶送别朋友后,处在原地,背影自会越落寞。 晚上丈夫在阳台抽烟,突然间她告诉阿奶,楼下有一对情侣在吵架,阿奶站在阳台望着,直到那对情侣走掉,才回到屋内。 这时阿奶对丈夫说,最近有一种感觉,觉得好像睡着就会死掉,随后阿奶想在死之前先跟丈夫交代一些事宜。 她拿出房产证,交代重要的事项,而丈夫的脸色,也由原本的嬉笑脸,逐渐变成黑脸。 对于阿奶随意地看待生死,她感到极为不满,但可笑的是,令阿奶产生这类想法的偏偏就是她。 阿奶正在浴室洗澡,丈夫拉开浴帘,亲吻着阿奶的嘴唇,阿奶后背的淤青,清晰可见,难以想象她遭遇过怎样的殴打。 等到深夜,失眠的阿奶来到房间,吞下几片安眠药,尝试入睡。 她躺在床上,望着身旁熟睡的丈夫略有所思。 阿奶再度走进厨房,拿出一堆安眠药,偷偷往丈夫嘴里塞。 但没过多久,阿奶又从丈夫的嘴里慢慢地将安眠药一粒一粒拿出来,对于阿奶来说,她想结束这种可怕的现状。 却又没有勇气,在她的内心深处,仍隐藏着对丈夫的一丝爱意。 趴在桌子上睡觉的阿奶被丈夫的开门声吵醒,丈夫去洗漱,阿奶就起身去厨房做早餐。 洗漱完后,丈夫来到厨房,就像一块狗皮膏药,粘在阿奶身上。 盯着丈夫吃早餐的阿奶,注意到丈夫手上的伤口。 尽管她内心知道这是家暴造成的,但阿奶仍是拿来一户箱,小心翼翼地帮丈夫处理伤口。 无论阿奶如何施爱,却换不回丈夫的善待。 卫生间的镜子被打碎,阿奶独自收拾着碎片,直到发现额头有伤口,她才想起用纸巾擦拭。 但是独自站在卫生间的阿奶待在原地愣住了,鲜血顺着额头流下,眼神中流露出五金悲伤的她,心里的绝望,旁人无法体会。 丈夫有时对阿奶很是依赖,看到阿奶躺在地毯上睡觉,她会凑到阿奶的身旁,夫妻俩就相互依偎着。 不久后,家里举办派对,好友齐聚一堂。 在卫生间洗手时,闺蜜问道,镜子呢? 阿奶随意回答,破了呀,并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。 她不想让闺蜜知道丈夫有家暴倾向,但闺蜜早已察觉到。 大家聚在一起时,闺蜜当面问阿奶的丈夫,你家镜子怎么了? 阿奶的丈夫默不作声,只摆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 这时邻居按下门铃,抱怨阿奶家中过于吵闹,声音能否小一点? 眼看时间也不早,朋友们便想离开,阿奶试图挽留,却以失败告终。 刚准备上车的闺蜜,突然想起包包忘记拿了,于是又折返回去。 闺蜜见大门没关,便推门进去,口中喊着阿奶的名字。 走到厨房的时候,闺蜜亲眼看到阿奶躺在地上,头部受伤,流出好多的血。 而阿奶丈夫,惊若无其事坐在一旁点烟,还镇定地问到阿奶的闺蜜,有没有打火机? 那一副笑容就如同恶魔一般,既肮脏又恐怖。 午夜十二点的繁星夜空,仿佛四世在满希望的星河,基于受害者活下去的洞里。 人们常被禁锢在牢笼中,争斗频发,有的自相残杀,有的却甘愿受伤,也不愿伤害凶徒, 善良可取,但面对毫无人性的疯狗,只能蜕变成恶人,与其搏斗厮杀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哥,远作登展,照亮你心。